国险期间长安福特探险者又上了一个全新版本的车型叫赤金版 这跟之前的昆仑巅峰版一样 它都是一些细微的特定改装和一些配置增加 昆仑巅峰版主打的是一个越野套装套件 而赤金版更多的是营造一种奢侈豪华的舒适感 特别是座椅采用了百万级豪车才使用的半本胺真皮 皮子的细力度和触摸感都是非常的棒 然后在配色上给了一些金色的元素和白色的车身相撞色 我个人觉得颜值还是非常的高 然后现在的探险者月销大概在2000多台 赤金版上市价格38.98万 这个价格其实可选的面其实也很广 但是探险者走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路线 就是同价位的大家都在卷什么品牌溢价 卷什么产品功能 而福特探险者给的利是一个40万的预算 享受百万级类似座椅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点 让大家用40万的预算就能去感受坐百万宾利 才能享受到的座椅舒适性 那么在车辆的其他配置方面和现款的普通版探险者 以及昆仑巅峰版都是大差不差 只是昆仑巅峰版会多一个后桥的叉速器 那么传统版的刺金版这方面就是没有的 因为它更多强调的还是一种轻奢奢华的概念 整体而言福特探险者目前的销量数据从我们跟厂家的接触 觉得厂家对此还是能够接受40万一台大型的SUV 而且是一个纯燃油 目前的日子大家除了BBA可能都不是特别好过 就算BBA里面的奥迪Q5这些日子也过得比较的惨大 所以既然在纯燃油这条线路上还在坚持 那么就需要在更细更小的市场去精雕细琢 探险者刺金版之前我们准备到重庆的CS链去打探一下实车 准备去之前打电话问了一下 刚刚到了一台车 但是五分钟之后告诉我们车已经被消费者预定 然后马上要提车抖掉 说明其实在一个比较特定标签的人群里面 福特探险者的刺金版还是拥有一定的受众 只是看视频前面的你是不是他的潜在用户 该关于你的本事